近来,一段名为我去了堪称台湾很受欢迎却不能去的三重 距离台北只有一站 看起来却像别的世界台湾的西城区的网络影片掀起了台日网友间的热议 它在台湾的三重地区进行实地探访 这个被描述为有如日本西城区的地方 在它的镜头下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城市风貌 开始,网红集由搭乘陶杰抵达三重站 首次进入这个地区 它的镜头捕捉到绿意盎然的都会公园 让它对这个地区产生了疑惑 这与它从传闻中得知的形象似乎并不吻合 接着,它在街头看到一排老旧的公寓 让它确认了这里与台北的城市印象的确有些不同 此外,它也实地探访了公园和桥下 并未看到网络传闻中间有集散的情况 它最后结论表示 三重的市容看起来完全不可怕 但与台北的印象确实存在落差 然而,它的观察也显示出 三重与其被贴上的西城区形象有很大的区别 大阪西城区的形象向来无法摆脱治安混乱 游民充斥,犯罪圣地等负面印象 然而近年来,该区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 警察机关,大阪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以使该地环境得到改善 甚至有重生的迹象 这部影片曝光后 迅速引起两派网友的激烈讨论 其中一派网友认为三重与日本大阪的西城区相似 甚至将讨论的焦点扩大到台湾的万华区 认为西城区比较像万华 他们质疑该影片对三重的描述 认为有必要这样讲三重吗 好吃的东西这么多 三重又没有飞天新地,红灯区 豆干错都拆了很久了 三重至少离台北很近 而且河岸边开始改建慢慢变好了 然而,另一派的网友对三重的评价并不乐观 他们认为三重真的惨 也拖累大家 还说西城市三重加强版以及三重可怕 在小巷子里黑暗窄像卯公寓三重治安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三重可怕是交通 喉喉出带志 要晚上去啊,到人多的地方啊 网红要等八加九在公庙聚会啊 保证他很害怕 台湾治安再怎样也很少找观光客麻烦 按摩小姐才说三重不是半夜都会有枪声吗 西西 得有庙会活动 垃圾八九会自动跑出来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